一只大手伸了出来 用力一推 冰箱里竟然有个白无常 而小美还在睡觉 她大笑两声后 跑了过来 一步步朝床头走去 正在这时 黑无常听到声音 抬头一看 这不是死对头吗 她非常生气 把玻璃球洒到地上 白无常就重重的摔了一跤 小黑快速爬了出来 拿起水桶 倒出乒乓球 把白无常打了个猎去 她也不干了 拿出彩带 双方就喷了起来 这次小黑不是对手 白无常吐出一口仙气 直接把小黑熏晕过去 白无常非常高兴 一脚迈了过去 想袭击小美 她伸出长长的爪子 来到近前 刚想下手 突然小美睁开了眼睛 赶紧起身 打开冰箱一看 里面一切正常 随后趴到地上 发现小黑正在睡觉 这才长舒一口气 她给小黑留了张纸 提着行李就去旅游了 小黑看到留言后 非常生气 哭得稀里哗啦 正在这时 电话响了 她有个好主意 摆好气球 挂上丝带 端来奥利奥饼干和啤酒 紧接着拿来小度音箱 播放音乐 这时 牛头和马面也赶了过来 几人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玩得正嗨时 突然门把手动了 吓得他们赶紧起身 钻到床底下 还不忘清扫战场 十秒钟后 终于收拾干净 随后门被打开 小美走了进来 拿起桌上的手机 就往外走 可小黑一不小心 碰到了啤酒瓶 响声惊动了小美 幸好她没有发现异常 你说他们幸不幸运 女孩抠了下玻璃 手指就冒出火焰 把路人吓了一跳 她急忙转身 把手放进水桶里 拿出来后 还冒着屡屡黑烟 原来她是火焰女 看见别人抱着孩子 就非常羡慕 这天工作时 不小心把水 洒到顾客身上 她急忙用手去擦 下一秒裙子就着了 她拿起滚烫的开水 就泼了上去 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吓得她转身就跑 另一边男孩看书时 眼睛里流出黄色液体 她急忙用纸去擦 然后闻了下 怎么有汽油的味道 把小朋友都熏泡了 原来她是石油男 刚把纸扔进垃圾桶里 男人就想扔烟头 被她一把攥住 这才避免了意外 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多想吹刺蜡烛 而服务员都捂着笔字 她只好拿出平板 看别人的生日视频 然后用力一吹 蜡烛就熄灭了 可这远远不够 突然临桌拿来个生日蛋糕 她看到后非常羡慕 情不自禁地吹了一口 随后女人的头发就着了 她也被胖揍一顿 正当她哭得稀里哗啦时 火焰女走了过来 顿时他们彼此吸引 擦出了爱的火花 紧接着两人伸出手 如果他们握到一起 会有什么后果呢 花盆里钻出一只手 她不停地晃动 越长越长 可男人一点都不害怕 还给她浇水 小心地擦拭 随后捧起花盆 端到卧室里 两人不停地互动 玩耍 甚至一起弹钢琴 一起看恐怖电影 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小手还给男人画了幅画 原来就在几天前 大壮的妻子去世了 她非常伤心 不停地哭泣 在整理遗物时 发现梳妆台上有几颗指甲 于是用力一洒 抛向空中 不料其中一枚正好落到花盆里 第二天一只手就破土而出 慢慢钻了出来 他们一起看书 一起喝白酒 手拉手睡觉 甚至还给大壮做饭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可她不满足这样 不停地给手浇水 希望能长出身体来 可奇迹并没有发生 这天妻子突然发现 大壮手机里有女人照片 她非常生气 把大壮赶出卧室 随后拿起二锅头 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第二天大壮起床后 打开卧室一看 手竟然掉到了地上 她急忙跑过去 握住手 进行急救 幸好没有事 随后大壮拿出一枚戒指 戴到了手上 两人又恢复卢出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花盆里长不出身体呢 小伙刚一张嘴 就被怪物抓走了 这只鹦鹉刚想说话 也没能幸免于难 就连主人也没犯过 因为这是一架夺命航班 里面藏着一只怪物 她对声音非常敏感 只要发出声音 就会被怪物抓走 老头想跟美女搭讪 立马就被严厉警告 女孩正跟闺蜜聊天 下一秒 手机就被没收 扔到茶壶里 这个孩子不停地挣扎 马上要哭了 空姐见状 急忙上前阻止 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 可这个小伙不信邪 随后她就被抓走了 眼镜哥把香港脚放到前面 熏得老太太直流眼泪 她不小心打了个嗝 紧接着就不见了 吓得小姑娘不停地念阿弥陀佛 祈求上帝保佑 这只鹦鹉刚学会说话 想打个招呼 主人一声大叫 也紧随其后 旁边的女士急忙拎起鱼 幸好她不会说话 空少跟妈妈说想吃红烧肉 不料也没能幸免于难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空姐说这么多 却没事呢 老师一转身 甩出粉笔 男孩眼睛一瞪 粉笔擦着耳朵飞了过去 可老师没打算放过她 一蹦三米高 又扔出十一只粉笔 其他同学可就倒了眉 不过小帅一点事都没有 老师掀开桌子 脚用力一踩 粉笔就飞了出去 还是没打中 他坐到地上 启动开关 钻出一台机器 瞄准小帅后 射出一只粉笔 却被他轻松夹住 老师非常生气 伸出双手 开启了变身模式 吓得同学们钻到桌子底下 眨眼间 他就变成一只粉笔 快速冲了过来 却被小帅轻松接住 就在刚刚上课时 小帅跟后桌说话 被老师发现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他之所以这么厉害 因为经常喝牛奶 提高了注意力 能准确看清物体的移动轨迹 哪怕几千颗粉笔来袭 也都能被他轻松挡住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短片到底是粉笔广告 还是牛奶广告呢 这么神奇的牛奶 你想不想来一瓶呢 太可怜了 他的工作就是当一把凳子 无论三百斤的胖子 还是两个人一起做 他都无怨无悔 甚至还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就算老板放个屁 都不当一回事 只要老板一声令下 他就乖乖跑过去 凭借良好的业务能力 很快当上了部门总监 这是一个工具人的时代 大理石桌子用四个人抬着 钟表用人拖着 抽纸从嘴里拽出来 甚至衣架都用人来做 这天一个很哇塞的秘书录制 他们以屁股坐到凳子上 女人顿时倍感压力 双腿不停地颤抖 再也坚持不住 重重地趴到了地上 久久没能站起来 老板非常生气 其他同事则非常开心 肆无忌惮地笑着 因为老板生气后 只有一个结果 回家的路上 他抬头一看 公司的广告牌 已经换成了秘书 回到家后 二哈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随后身上就多了一双鞋 老妈竟然是台灯 老爸则当成壁画 爱热闹的弟弟是唱片 爷爷奶奶是人体餐桌 刚坐下 就收到一条短信 他果然被老板辞退 秘书成了新凳子 回想起在公司时 无怨无悔地付出 最终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他放声大哭 家人则卸下伪装 一起过来安慰他 看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 这部短片想要表达什么 如果你们知道 一定要告诉我 男人竟然和卡车融为一体 就在刚刚 大壮想扔垃圾 可垃圾却跟中鞋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掉 还不停地往他身上靠 无论是什么拽都拽不下来 他以用力 袋子虽然破了 可垃圾一样没少得粘到了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他站立不稳 以屁股坐到地上 看到胸口的纸杯 想把他拽下来 可以用力 竟然把衣服扯破了 脚上的大拇指 怎么都掉不下来 等站起来时 窝了个乖乖 他的后背竟然沾了个轮胎 还有一辆自行车 难道他变成了磁铁 小伙微微一笑 想试验下 拿起棒球棍 哭斥一下 扔到大壮身上 还真能吸住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垃圾人 正在这时 小孩骑着三轮车 也来凑热闹 因为他从没见过 后背长轮胎的人 大壮怕把孩子吸住 那样就成连体人了 他一步步往后退 而后面就是垃圾车 他一激动 吸力越来越大 远处的垃圾都被吸了过来 啪几一下呼到脸上 他一生气 就刮起十二机狂风 小伙死死抓住木板 男孩吓得赶紧掉头 可蹬了半天 愣是没动地方 还不断往后退 大壮见此情形 心一横 启动开关 闸门缓缓落下 随后他就被吞了进去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正当小伙为他默哀时 突然听到声音 大壮就跟垃圾车 融为一体了 女人紧紧抱住头 身体快速变大 眨眼间变得比楼房还高 他慢慢扭过头来 吓得几人转身就跑 男人正在画画 突然一张大脸露了出来 巨人深吸一口气 轻轻一吐 顿时刮起十二级狂风 女人正在打电话 突然看到一张性感的红唇 吓得他不断求劳 可没有丝毫效果 随后汽车就被抓到空中 小美手一抖 就把汽车扔了出去 正好嵌入大楼里 解决完情敌后 她一蹦一跳地向家跑去 每走一步都地动山摇 正在这时 美少女感到 手一伸 射出巧克力炮弹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小美非常生气 弯下腰 伸出大手 吓得几人转身就跑 紧接着大手袭来 一把将小伙攥到手中 美女见状 拿出护国神器 光芒一闪 她就变成了巨人 小美腿一抬 扔起胳膊 将小伙扔了出去 幸好被女孩接住了 随后把她藏了起来 这也太幸福了吧 紧接着小美抽出大葱 两人快速凑到一起 不过还是小美更厉害 不停地抽着女孩屁股 打得她毫无还手之力 女孩非常生气 抽出大宝剑 一剑劈出 顿时火光四剑 下一秒 大葱就断成几节 噼里啪啦往下掉 小美扔掉大葱后 包包打开 吊下胡萝卜炸弹 快速朝女孩飞去 只见她胸一挺 机关打开 也射出了炸弹 随后在空中发生了爆炸 紧接着小美掏出两个香菇 手一甩 正好沾到女孩眼睛上 她顿时双目失明 痛苦地抱住头 正在这时 传来一声枪响 小伙儿举着喇叭 不停地喊话 原来今天是小美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只见她弯下腰 不停地大吼 随后跪到地上 眼中充满愤怒的火焰 不停地诉说着心中的委屈 发泄完后 火焰熄灭 心中的怨气越来越少 她变得越来越小 危机这才解除 火焰熄灭